10月16日,知名影视男演员陈豪在尖沙嘴出席灵展商户学堂计划讲座,担任星级讲者的陈豪,不断分享维系幸福婚姻的秘诀,更大谈自己的生意经。 他表示,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,可以讲述自己有梦想到开设首间实体店的故事。 更直言,开业两个多月的第一间咖啡店整体收益很不错,已经有开设分店的计划,目前正在与多个商家洽谈中。 上一部电视剧刚刚杀青,陈豪无奈止,即使放假,也想要不断。 节目下来,在家里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,负责教导孩子们写字做运动,以及参与一些亲子活动。 在店里就必须扮演好老板的角色,适当的时候也要陪客人聊聊天或拍拍照。 但不管怎样忙碌,有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,那就是和太太陈英威每年一度的蜜月之旅。 绝对会,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约会,就是我们的二人世界,这个一定的,是必定的事。 今次有没有想到去哪里? 有,他不告诉你。 我一直担心 någonting。 等一下,等一下,等一下,等一下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